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孩子們 這個早晨讓我們以喜樂的心 來讚美我們的神 在這美麗的時刻 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 神的靈充滿著你 當曾先進入祂的門 當再沒進入祂的人 借過跳舞要聲歡呼 放有清醒都要讚美 讓咱們從十足相信 讓衣服在空中飛入 讓我們的心閃閃散開 讓咱們從十足相信 讓衣服在空中飛入 讓我們的心閃閃散開 在這美麗的時刻 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 神的靈充滿著你 當曾先進入祂的門 當再沒進入祂的人 借過跳舞要聲歡呼 放有清醒都要讚美 當再沒從十足相信 讓衣服在空中飛入祂 讓我們的心閃閃散開 讓淡淡總是祖先起 讓衣服在空中的路 讓我們的心上身長開 讓淡淡總是祖先起 讓衣服在空中的路 讓我們的心上身長開 孩子們 在世界上有一位神 祂叫做耶和華 祂是有能力創造整個宇宙 還有祂能夠安慰你受傷的心靈 有一位神 又只能從早與早晚無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 生生靈魂 有一位神 用全民勝敗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願你軟弱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又成為榮光 又恩典慈愛 是喜在金在勇在地神 有一位神 又全能藏造日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 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全民勝敗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願你軟弱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又成為榮光 又恩典慈愛 是喜在金在勇在地神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是喜在地神 為禮 daar 无论是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看我在阴暗地有过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想余生在脸上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无论是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藤我在阴暗地有过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余生太阳 余生太阳 它总不改变 啊 它不改變 雲上太陽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米 雲上在臉上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啊 它不改變 創世紀第三章 耶和華 神所創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 神啟示 正說不許你們吃圓中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 圓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唯有圓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於是女人煎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她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偏做裙子 天起了涼風 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 那人和她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 對她說 你在哪裡 她說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便藏了 耶和華說 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 莫非你吃了 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樹上的果子嗎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吃了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 你做的是什麼事呢 女人說 那蛇引誘我 我就吃了 耶和華 神對蛇說 你做了這事 就必受詛咒 比一切的樹木野獸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終生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們的後裏 你們的後裏和女人的後裏 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裏 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她的腳跟 又對女人的後裏 你必多多增加 你懷胎的苦楚 你生產兒女 必多受苦楚 你必戀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轄你 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壁為你 緣故受詛咒 你終生 勞苦才能從地裏去 得吃的 地壁給你 長出荊棘和地裏來 你也要吃甜甜的菜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苦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 你本是成土 仍然歸於成土 亞當給他妻子其名叫孝娃 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耶和華神說 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 能知道善惡 現在恐怕他身手 又在生命樹的果子去 就永遠活著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們 出伊甸園去 跟蹤所有自出之土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又在伊甸園的東邊 暗射吉路伯和四面轉動 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创世紀》第四章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孝娃同房 孝娃就懷孕了 神的 broken 愿蟻 偈說 耶和華 是我 得了一個男子 神的 bro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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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伯 雅伯 是 牧羊的 乾淫 是 重地的 有一日该因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 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自由 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康普中该因和他的供物 该因就大大的烦恼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因说 你为什么烦恼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愿难 你若行得不好 追究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该因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前间 该因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因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我其实看上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 因从地上 你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 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 你重地 地不再给你教力 你必留泥飘荡在地上 该因对耶和华说 我的刑法太重 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感受我离开这地 我必留泥飘荡在地上 凡日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 凡杀该因的必造爆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因立一个记号 免得人日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因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的之地 该因与妻子同房 他妻子就怀孕 生了以诺 该因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着儿子的名将那城 调作以诺 以诺生以拿 以拿生米护亚利 米护亚利生 玛土撒利 玛土撒利生 拉麦拉麦 取了两个 其一个名叫亚大 一个名叫其拉 亚大圣亚巴 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 其情子人的祖师 亚巴的兄弟名叫亚巴 亚巴他是一切谈情 吹消之人的祖师 喜来又生了土巴 尔队 盖尔 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力气的土巴 盖尔희的妹是 南米 拉麦对她两个 记及说 雅达米 提及我的声音 拉麦的 椅子是 听我的话语 少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 我把他害了 诺莎该隐 招报七倍 沙拉麦 必招报七十七倍 当幼稚 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 塞特意思说 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 代替亚伯 因为该隐杀了他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 那时候人才求告 耶和华的名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早上好 我们很高兴 又来到了 线上同来敬拜的时光了 感谢天父 我们能在不同的地方 一同的来聆听 圣经的故事 学习他的话语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 学习他的话咯 过去的主日 我们说过了 上帝他创造了这个天地 他是很满意他自己的创造 他把这一些的创造 都看为是那美好的 不但这样啊 他还按着自己的形象 造了亚当和夏娃 让他们住在这个美丽的伊甸园里 亚当和夏娃天天都过着这个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快乐无比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和上帝在一起 只不过 他们有一个事情 一定要遵守的 那就是园中所有的果子 他们都能够摘下来吃 只是那知善恶素的果实 不能够吃哦 因为上帝告诉他们 吃的那一天 他们就会死啊 今天我们就要一同的来听听看 接下来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 当这个夏娃一个人在园子里走的时候 他就遇见了一条的蛇 这条蛇是撒旦变成的 他要来引诱这个夏娃 蛇来到了夏娃的面前 诱惑他 他对他说 只要你吃了上帝说不准吃的那果实 你就能像上帝一样 好 结果夏娃他经不起蛇的诱惑 他就把那个知善恶素的果实摘了下来 自己吃了 他还给亚当吃 这下糟糕了 亚当和夏娃 他们没有遵守和上帝的约定 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 你知道吗 当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 那就是犯罪 而犯罪的结果呢 就是人不能够再和上帝 住在一起了 因为这个罪把我们人和上帝分开了 你还记得上帝他说过 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知善恶素的果实以后 他们是什么后果吗 对了 就是死 罪的代价就是死 从那个时候起 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亚当和夏娃 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 就活在罪的阴影下 可是啊 上帝他非常的爱亚当和夏娃 即使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但是上帝他仍然选择原谅了他们 上帝没有让他们羞羞的离开这个伊甸园 上帝亲自用皮纸给他们做了衣服来遮羞 这个皮纸呢 就代表了上帝用救恩来遮盖他们的罪 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并且能够和上帝建立和好密切的关系 上帝他虽然原谅了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 他们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 结果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 从此以后 男人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工作 汗流满面才能够养活他自己的家人 而女人呢 他就要忍受生孩子时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 人和上帝的关系就被罪破坏了 不能够再和上帝住在一起了 而那条蛇呢 从此以后蛇就被咒诅 他们终生都要在地上爬行 吃地上的泥土 被人家讨厌 憎恨 故事并不停在这里哦 因为过了不久 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哥哥的名叫做该隐 弟弟的名叫做亚伯 他们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后来这个该隐亚伯他们就长大了 该隐就成为了一个耕农的 他种了很多很多的农作物 弟弟是一个牧人 他养了很多的羊群 有一次这个哥哥该隐就很生气 他的弟弟亚伯 因为上帝他只看中弟弟亚伯所现的机物 上帝看见该隐发了很大的脾气 他就对该隐说 如果你做得好 我怎会不悦难 但是如果你执迷服务 罪就会藏上你 你要赶快打下这种罪的面头 否则就会放下大错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知道吗 该隐竟然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当上帝他问该隐 该隐 该隐 你的弟弟在哪里呢 该隐啊 他不但没有向上帝认错 他还理直气壮地跟上帝说 我怎么知道 难道要我一天到晚守着他吗 你们说上帝他真的不知道该隐 做了什么事吗 其实上帝他都知道 只是他在给该隐认错的机会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看见吗 无论是亚当还是夏娃 还是后来他们所生的孩子 该隐 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那就是他们没有顺服上帝的心 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以至后来他们都犯罪了 夏娃和亚当 他们轻视了上帝的警告 没有听从和遵守上帝的话 结果吃了那个知善恶的果实 死就来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 该隐他不听从上帝的警告 他让嫉妒充满了他的心 一错再错欺骗上帝 最后还犯下杀人的错误 就好像我们看圣经 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了 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了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很敏锐的心 来觉察我们的心 那一点点那不好的念头 因为罪它会像一个种子一样 快快的长大长大长大 然后就变成了一颗很大的大树 你还记得故事的开始吗 我们提到的那一条蛇 其实它是撒旦魔鬼的化身 是撒旦魔鬼伪装成的 他接近夏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诱夏娃犯罪 撒旦他其实是上帝所造的天使 是要来服侍上帝的 但是他背逆神 不听话就被上帝赶出了天堂 结果他就伪装成蛇 来引诱人犯罪 当然他第一个引诱的人就是夏娃 还有亚当 他借着这些人来报复上帝 所以他千方百计 找机会 就是要引诱我们人 偏离上帝 让人不信靠上帝 不听从他的话 叫我们怀疑他 把上帝跟 远离上帝 把上帝当成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我们不要去害怕这个撒旦 我们反而要勇敢的把他给拆穿他的这个伎俩 因为撒旦他只是一个受造之物 他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 虽然他引诱人偏离神 却不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上帝说撒旦将要被女人的后裔 就是弥赛亚击败 这弥赛亚是谁啊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能够成功的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耶稣他并没有犯罪 反而用上帝的话来抵挡了撒旦的诡计 罪呢 就像是一个原子弹一样 他破坏的威力是很大的 不只是能够破坏上帝美好的创造 罪更破坏了我们人和上帝之间的那个的关系 把这个原本美丽和谐的世界弄得乌烟脏气 罪的开始 就是因为没有听从和遵守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谨守上帝的话语 遵行他的教导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活动 你们有没有事先准备好一张的这个A4 paper A4纸还有一本的圣经 好 现在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 请你们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这个A4纸一张和一本的圣经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纸张对半折 对半折 然后纸张打开来 左右两边呢就是一个拇指头 一个拇指头的距离 我们就这样子的 折一条线 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 一个拇指头的距离 折一个线 就这样子 然后写下你的名字 写一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这样子的站立 可以吗 OK就这样子的站立 跟着呢我们就要 试着大吸一口气 然后这样站立好的纸 我们就这样 为什么这纸这么容易的就倒下了呢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不让它这么容易的倒下来呢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这本圣经 放在纸张的中间 中的圣经压在这个纸的两端 以至它成为了一个支撑点 就不容易的给倒下来了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是这样子 撒旦魔鬼会不断的要来诱惑我们 他们想方设法的想要把我们给吹倒 许多的人就很容易的就受到了诱惑 就犯罪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个诱惑 所以呢为了不让这个纸张能够轻易的被风吹走一样 我们需要有东西来保护 保护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胜过诱惑 我们就要有帮助 这个帮助就是上帝的话 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胜过一切的试探 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学习 每一天的读一章的经文 或者是几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的来读这个经文 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对这个圣经的话 有更多的认识了解 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靠着上帝的话语去胜过我们生活上的这些的试探和诱惑了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 盘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靠上帝的话 来胜过诱惑 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 今天的经句 不要自已是否认为要靠近华 远离二世 真言三章七节 幼小级到三年级的金句是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二世 真言三章七节 孩子们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你可以把你的奉献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交给爸爸妈妈再带来教会哦 我们来唱奉献诗 亲爱的天父 我谢谢你 我们犯错的时候 你没有离开我们 还原谅了我们 求天父 给我们力量 远离罪恶 一生听从你的话 谢谢你给我们 一切的需要 我们奉献一点点的金钱 赐予给你 还有给那些需要的人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哈喽 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记得拿一张纸 和一支笔 写下你的答案哦 我们来开始吧 四年纸 四年纸到六年级 第一题 上帝给亚当和夏娃唯一的条灰是什么 A 不可以睡觉 B 不可以吃吃散恶树的果实 C 不能穿衣服 第二题 罪会使人和上帝 什么 A 分离 B 和好 C 相爱 第三题 哪像是人犯罪的特点 A 不听从 遵守上帝的话 B 没有顺服上帝的心 C 以上选项 都是 第四题 该隐犯了什么罪 A 偷视之善恶果实 B 引诱夏娃犯罪 C 嫉妒弟弟雅伯 杀了他 第五题 我们可以 什么 来抵挡 魔鬼 三蛋的诡计 A 用神的话 B 逃跑 C 用诡计 幼小级 到三年级 第一题 上帝不让亚当和夏娃 吃什么 A 滋善恶果实 B 鱼 C 肉 第二题 犯罪的人会与上帝 什么 A 分离 B 和好 C 相爱 第三题 哪像是在上帝眼中 看为不好的 A 爱神爱人 B 不听上帝的话 C 遵守上帝的话 第四题 第四题 谁杀了弟弟亚伯 A 亚当 B 夏娃 C 该隐 第五题 我们应该要什么 不要什么 A 听从上帝的话 犯罪 B 生气 听上帝的话 C 害怕 相信上帝 小朋友们 我们下周日再见咯 拜拜